你要不要看我骨頭多軟 好啊 真的 穿著西裝直接往地板上躺 大秀軟Q筋骨 永遠基建會執行長陳志遠 能有好身手 不只是靠一週運動5到7天 很多人說運動沒有時間 我不太覺得一定沒有時間 我在轉機的時候 我從來不在休息室的 我從來不坐的 我就在機場裡面走 我曾經在新加坡的 張宜機場裡面 在Terminal裡面 走過12.6公里 就是我能夠走路我不坐車 能夠走樓梯我不坐電梯 直說走路就是最簡單的運動 但要如何將健康理念落實到企業 他也很有一套 看一看到同仁 這個不行啊 要運動一下 這個減個5公斤 兩個月以後我看看 他們也多少少 還有點感覺跟壓力 而長期關注健康議題的他 更砸下500萬美金替母校 設立婦女健康中心 決定其實心裡早有念頭了 喝醉那是真的是開玩笑 這是我們婦女的頭號殺手 那我家族裡面也有幾位 這個幾位喔 然後所以就是覺得說 你看過這個事情 接牌 成立基金會為婦女癌症而戰 更勤來剛奪下全運會 舉重金牌的郭姓淳 擔任健康大使 傳授上班族三週預防乳癌 就是你可以高的也拉 然後平的也拉 然後低一點的也拉 其實是會拉到 比較不一樣的肌群 簡單在家就能找個牆壁做伸展 用按摩方式 也能同時做自我檢測 你可以先點 找定點 然後做一些 稍微的樓 這叫畫圈的這種樓動方式 去按 第三個就是 就絕對不要和平 到了本地推運動顧健康 更成立專為女性設計的健康中心 就是希望讓婦女們 有更好的醫療環境 東三財經新聞 要聽兩例 新北市採訪報導